上一次已經介紹了這個康姆敦效應 我們很快先看一下那個實驗的setup 這個是我們實驗的setup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單一波的X-ray 跟物質產生交互作用 那我們做的動作實際上是 把這個detector在各個不同的角度去detect X-ray跟物質產生交互作用 以後的這個 某種程度上叫散射的X-quad 那麼我們如果原來從古典的這個 X-ray的波動的特性來看的話 我們上一次已經介紹過就是說 我有一個平面波進來 當它跟原子 單一原子產生交互作用的時候 那麼它實際上應該要變成是一個球形波出來 所以如果我從傳統的波動模型 其實我的猜測應該是說 我在不同的角度上面 我都應該要偵測到X-ray 而且那個X-ray的波長 應該要跟入射波波長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標準的波動 標準的一個scattering 上次我們也提到過 當然我們也講到就是說 如果這個物質本身 它有一個周期性的原子排列的話 它如果剛好吻合建設性干涉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布拉格的一個繞射現象 在某一個特定的θ toθ的組合下 你有可能看到建設性的intensity出來 但是康姆敦這個實驗裡面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說 它發現如果我只用原來的傳統的這種 所謂的波動模型來看的話 那我實際上是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在不同的phi角 我在原來的lambda 原來的波長 入射光的波長我都看得到 我沒辦法解釋的是 它會有一個長波長的另外一個peak的產生 而且這個lambda的位置 會跟你的detection的phi角有關係 所以後來其實我們用的是一個 所謂的粒子模型 我們把X光當作是一個phota 它跟物質產生交互作用 我們其實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型 我們可以非常圓滿的來解釋 為什麼在不同的phi角 我會有一個不同的lambda出現 這個是我們上次在講的 這個computin效應的一個結果 可是如果大家想一想 最後我們得到的那個式子 反而會有一個 我們現在沒辦法解釋的 反而沒辦法來解釋 我們為什麼會在原來的lambda 也看到一個pick在那裡 因為呢 你如果去看一看這個公式的話 這個公式告訴你的是說 好 我應該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波長 叫lambda prong 這個lambda prong 是一個phi角的一個函數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很合理的解釋 長波長的那個lambda prong 但是呢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在各式各樣不同的phi角 除了phi角等於0度的時候 那麼我們同時都看到兩個不同的lambda 這個公式你可以解釋長波長那個lambda prong 你反而沒有辦法去解釋 原來沒有產生位移的那個lambda 我們就要回來看一下這個公式是怎麼回事 你如果去看一下這個公式 前面有一個concent lambda c 這個lambda c是什麼 這個lambda c是m0c over h 那c跟h都是常數 所以你知道這個不會變化 所以真正 它的關鍵來自於那個 整個這個所謂的m0的這個 這個概念 整個來自於這個 實際上 對不起 剛剛這個lambda c是反過來 就是h除以m0c h除以m0c 那你可以看到h跟c都是常數 所以它不會影響到這個lambda c 那原來這個m0是什麼 原來這個m0是自由電子的質量 也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的 你如果去看這個圖的話 這個是當我一個光子進來 然後跟我的電子產生作用 然後這個是要去講它的動量守恆 所以這整個interaction裡面 這個電子某種程度上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外層電子 它是一個比較容易被敲出來的電子 而且它一旦被敲出來以後 它就是一個free electron 我們上次特別講到就是說 我們在考慮那個能量守恆的時候 我並沒有把Word function考慮進去 實際上是因為那個能量相對於 入射的光子能量來講是小得多 所以我不用考慮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的是說 這個是一個原來就具有比較高能量的電子 然後它敲出來以後 這個電子本身是一個free electron 沒有受到束縛的電子 所以呢 我們原來在推導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們在講的光子跟電子的交互作用 那個電子本身是一個 more or less 是一個free electron 所以大家看它的質量就是m0 就是我們標準的自由電子的質量 可是實際上你如果去看原子的外圍 原子的外圍除了外層電子 就是它的bunding比較弱的電子以外 它其實還有很多電子是被非常緊密的bund 這些內層電子它其實受到非常大的束縛 受到非常高的束縛 這一些電子也會跟入射的光子產生交互作用 所以實際上當這些電子被束縛得非常緊的 這些電子跟光子產生交互作用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被敲出來的 這個能量沒有高到可以把它敲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這些電子 如果你去看它的有效質量的話 質量怎麼樣去定義呢 如果你從f的ma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給你一個擾動 那麼它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那個變化是加速度嗎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對內層電子來講 當我一個光子進來以後它幾乎不動 它幾乎不動 所以意思是說它的有效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從f的ma的角度 你就知道什麼樣的叫做f 它受到的擾動的結果 變化很大的 那麼就是質量很小的嘛 f的ma你可以看得到 擾動 跟a很大的 force一樣m就是很小 所以在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光子進來的時候 除了跟外圍的電子 free electron 產生交互作用 看到一個長波長的shifter以外 為什麼在原來的波長還會有 那個事實上是光子跟bonded electron 被束縛的電子 它的交互作用 這個束縛電子某種程度上 你就可以想像 它的動量手橫 事實上等於是整顆原子的概念 等於是你的光子 這個particle 撞到整個原子 整個原子核 因為整個質量在原子核上 撞到整個原子核 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那個m值 那個有效質量其實是非常高的 有效質量非常的高 所以當這個有效質量非常高的時候 這個consulting就變得非常小 小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lambda prong 減掉lambda幾乎為0 這是為什麼你在實驗觀察上 假設我要從一個量子理論來解釋 為什麼你還是會有 原來的lambda的出現 當然如果你回到用 傳統的這個 wave的模型 你反而很容易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繞設現象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拿 這個粒子模型來說的話 那你要去了解 這兩個波長 其實是來自於光子 跟不同種類的電子在做交互作用 長波長是跟著一個外圍電子 最後敲出來以後 變成是一個free electron 原來那個lambda 是跟內層電子 bounded electron 所以它某種程度上 事實上是整個原子核在提供它的動量守恒 所以你會看到這兩個不同的結果 我們前面講了兩個光子跟物質的交互作用 一個是在可見光區跟紫外光區 這個是所謂的光電效應 光電效應你就會發現它事實上是一個光子進來 然後電子吸收了它所有光子的能量 然後變成是一個光電子 那第二種狀況是 我入射光子的能量變得很高了 這時候是產生x-ray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x-ray 跟物質交互作用的時候 這個電子本身並沒有完全吸收掉光子的能量 所以你會發現光子最後會有一個長波長的光子出來 那當然它的部分損失的能量就給了這個電子 好 那第三種交互作用我們稱它叫pair production 那這個又是一個更高能量的光 這個在gamma ray的range 在gamma ray的range 那你就會發現 在gamma ray的range 當我這麼強 這麼大的能量的光 當我進到我的物質的時候 它產生的交互作用就跟剛剛前兩種不太一樣 它這時候會產生一個電子正子對 這是為什麼我們稱它叫pair production 它是這兩個particle 乘雙乘對的被敲出來 所以稱作pair production 這pair production裡面 它產生了一個所謂的正子 這個正子本身 大家對電子都是相對了解的 你知道它的質量是多少 它基本上就帶了一個負電盒 正子本身跟電子質量是相同的 它唯一不同的是 它帶的是一個正電盒 它帶的是一個正電盒 那可能就會有同學問說 這個正子本身 跟電動有什麼不一樣 電動也是帶一個正電盒 可是請注意 其實電動比較好的 我自己的理解 叫做missing electron 叫做missing electron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在一堆的電子海裡面 我突然有一個電子不見了 我有一個電子不見了 我聚觀的來看這一群電子 它的行為我稱它叫做一個電動 那這個現象是什麼 這個現象在告訴你的是說 我其實原來是這一群電子 它本來是跟原子核本身 形成一個電中性的平衡 那我突然有一顆電子不見了 我有一顆電子不見了 那我看這整群電子裡面 它現在有效的電荷變成是一個正一架的電荷 這個是電動的概念 那你說好 帶這個電荷來說 對charge來說 它跟正子一樣 都是帶一個單位的正電荷 它有一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這個事情叫做質量 有效質量是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講 你的正子其實它的有效質量是跟電子一樣 跟單一顆free electron一樣 但是我剛剛在講電動 我稱它叫做missing electron 所以我看的是一群的電子 一群的電子當中有一個不見了 所以我在看電動的時候 我實際上是看一個group的電子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它的質量 有效質量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有效質量其實不太一樣 在很多的狀況之下 它的有效質量是比free electron來的稍微大的 所以正子跟電動 不是相同一件事情 它在概念上是不一樣的 它的有效質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先了解 這個正子本身它的情況 好 那這個就是把我剛剛講的示意圖畫出來 我把一個gamma ray打進來以後 它跟物質產生交互作用 然後形成electron跟poistron 這個poistron就是所謂的正子 好 那我一樣的就是說 我用這個波動模型顯然是沒辦法解釋的 因為這個是一道EM wave進來 結果EM wave不見了 然後憑空的產生了兩個particles 所以你就知道 這絕對用傳統的波動模型是完全沒辦法解釋的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粒子模型 那這個粒子模型裡面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這個重要的概念就告訴你說 pear production這件事情 它不會在一個沒有物質的環境中產生 意思是說 pear production一定是 一束光 尤其是一束這個gamma ray等級的光進來 它一定要跟物質產生交互作用 才會產生 也就是說 我不會看到 在真空當中 沒有任何物質 一個gamma ray進來 這個gamma ray 它會憑空的消失了 然後突然產生 變魔術一樣 把這個電子正值變出來 不會有這種情形 不會有這種情形 那學理上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不會 我們看一下這個情況 這邊因為 你開始可以發現 我們在講這個 例子的時候 在講這EM wave當作是一個例子的時候 當這個EM wave的頻率越來越高的時候 它的能量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常常需要拿相對論出來 相對論的修正出來 原因是因為 你的光子的能量大 當它打到particle的時候 這個相對應的particle 它的動能會變得非常高 所以這時候 你常常需要 你看我們在康普頓效應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把相對論拿進來 可是在光電效應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 那在這裡當然也是一樣 它的能量越高了 所以它的職能轉換 在這裡更需要拿出來了 因為 你可以看到它有質量跟能量轉換的概念 所以它馬上就告訴你 電子 它有一個靜子質量 在這邊要做能量守恆 所以它在做職能轉換 電子有一個靜子的能量 這個靜子能量叫m0c平方 那我把m0c平方帶進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一個電子的靜子的能量 就有0.51個mEV 然後呢 我要同時的產生一個pair 就是電子正值對的話 那就要0.51乘以2了 因為每一個它的質量 都這兩個的質量一樣 所以你的m0c平方出來 就要是1.02個mEV 所以這邊就在用相對論的 職能轉換的概念 就是說 我有一個光子進來 這個光子要具有能量 這個能量至少要大於或等於 最後產生的這個pair 兩個particle 它的靜子的能量 如果你入射光子的能量 都小於這個靜子能量的話 那基本上你從能量守恆裡面 你就知道它不會產生 所以第一個它就告訴你 你要產生pair production 你一定要到mEV等級 mEV在EM wave的那個光譜的spectrum裡面 它對應到的就是gamma rate 我們在第一堂第二堂課 花不少時間在講這個頻譜 你一定要回去看一看 因為這是一個 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常識 你要知道不同的能量等級 對應到的是什麼樣的頻段 然後這些頻段到底哪來做什麼事 尤其在材料分析上 或者在物理現象上 它到底做什麼事 那你要有一點概念 好 所以呢 在這裡它就告訴你說 好 我如果從能量守恆的角度 很簡單就告訴你 我至少要是1.02個mEV 接下來當然我們就把 能量動量守恆拿進來看 那你就看到 我入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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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等於2倍的mc平方 請注意 這下面我就沒有sub 沒有m0 m0 那個0代表的是淨值 那如果 我這個入射光進來 產生電子正值之後 它還能夠快速移動 那這時候 最簡單的修正就是 把那個m0變成是m 那就是把修正項把它拿進去 好 所以這是能量守恆 好 動量守恆呢 我們在這個x方向 那就是2pcosθ 所以hμ要等於2倍的pccosθ OK 好 那麼 我們又說這個p呢 要等於mv 那我就把這個式子給它帶進去 那所以hμ 就應該要等於2mc平方 除以vccosθ 這邊事實上我是 分子乘一個c分母出一個c 好 那 那接下來你就會看到 我對應這個 跟這個 我就發現有問題了 這個是我的能量守恆 這個是我的動量守恆 你就發現 這兩條式子不會同時成立 因為下面這個式子 你寫到2mc平方是跟它長一樣 但是你知道v over c一定是 v一定是比c來的小 cosθ一定是小於等於1 所以這個turn 這個turn 乘出來以後一定是小於1的turn 所以顯然 你如果看這兩個式子 你就知道 這個式子要是對的話 後面一定還要加上一個東西 因為它沒有加上東西 能量跟動量守恆這兩條式子 絕對不會同時滿足 那我們又知道前面這個 因為乘上的這個像小1 所以表示這個turn是比較小的 所以你要讓這條式子是對 它一定要後面還有一個東西 好 這個其實從物理上你就很容易解釋 那我剛剛一直告訴你 這個行為只會產生在光子跟物子的交互作用 好請注意物子裡面不是只有dm子 物子裡面還有原子核 還有原子核 所以這個動量守恆來自於原子核的貢獻 雖然原子核因為質量很大 它不見得動 或者那個速度很慢 可是m夠大的時候mv就有contribution 所以原子核的動量 原子核的動量在這裡面要被考慮進去 它才能夠達成這個 動量跟能量守恆的這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從原子核的動量要被放進來 所以你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我非要有這個turn不可 沒有這個turn 沒有辦法完全的吻合質量動量守恆 所以 這句話就在告訴你 這個turn告訴你什麼 這個turn告訴你 你一定要物質的存在 你要原子核的存在 它才能夠達成你的動量守恆這件事情 所以一束光不會像變魔術一樣突然不見 然後給出電子正直對 因為這個不會滿足動量能量守恆 同時發生 所以這個結論再告訴你 pair production不能夠在一個empathy space 然後再給你一束 再給我一束 再給你一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